第307 307 38題是個體組 他說小明做歐姆定律實驗 他將一個電池與電阻器安培計及伏特計連接如圖一的電路 回答第307跟38題 第307題說 若安培計讀數為0.15安培 伏特計讀數為1.5伏特 則電阻器的電阻大小為多少 那這很簡單 簡單的我們電阻的定義 叫做r等於i分之v 要通過1安培的電流需要1伏特就稱之為電阻叫1ohm 那麼現在呢 安培計讀數是0.15 伏特計呢是1.5 所以我們算出來呢就是10ohm 所以呢我們第307題的答案呢 我們要選的是b 他我們電阻器的電阻大小為多少ohm 我們答案選b10ohm